謝謝主席 是不是我還是先請那個生意所 我們這個合所長好不好 我現在呢想幾個比較直接的問題 因為您剛剛的論述當中 我有仔細的聆聽 那我想幾個比較直接的一個問題就是 有從在北京開醫院的朋友 跟我們表示 在HTN9剛開始發生的時候 其實在他們醫院的同業呢 其實啊在他們不專業 但是呢實務上 他們認為HTN9確實會人傳人 那也從所以呢 讓他們醫師從業人員呢 他們認為說這是一個心照不宣的事實 但是我想其實科學就是科學 並不是一定只是經驗就能夠判斷 所以您剛剛那樣提的齁 所以這個部分事實上 在目前其實是沒有辦法直接研判的 對不對 您剛剛的意思是這樣子嘛 那可能大陸那邊 可能因為他們的檢驗的技術 或者可能他們的參數 或者各方面可能不是那麼的 那麼的像我們台灣的公衛做的那麼好 所以呢可能我們 我們會有很大的疑慮 到底他們有沒有隱匿疫情 嗯這樣子 讓我再解釋的更清楚一下 會不會人傳人 他現在沒有人傳人的跡象 會不會人傳人 他就是我這裡講了有幾個要點 第一個因為這個病毒已經廣泛的進入動物的生態 對 那我那些這些說到感染的動物不生病 是 所以我們沒辦法追蹤他 對 他就是生病了 我們看到生病的殺掉了之後 還是有沒有生病的在那些地方 所以我們是殺不斷的 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會一直存在 一直存在的話 他就會有演變的機會 因為這就是病毒的事 因為事實上所有的病毒是不斷的在演化嘛 對對 從H1N5 對不對 一直到現在H7的亞型 一直不斷的在 流感 對 流感不斷的在變形 對不對 好 那我現在想講 所謂的有限人傳人 有效人傳人 其實這個距離是還蠻大的嘛 對不對 病毒是不斷的在存在 不斷的在演化 也不斷的在他們的進化嘛 在我們的概念裡面 對我們的影響是很大 有限跟有效 但是在生物的演變 就是說 他得到幾個元素 那就是幾個元素 對 就是幾個元素 那得他病毒得到那幾個元素的時間 我們沒辦法 給大家掌握 對 所以我想問你一個直接一個問題 也因為沒辦法掌握 所以操作的空間其實就很大 曾經就有人就這樣提的 他這麼講 他說不能夠 75H7N9的疫情 有可能在秋天以後 隨著候鳥來臨 疫情會擴大 因此要小心提防 這個樣子 因為想像的空間蠻大的 因為實在很難下定斷 所以呢 馬上就想到九月份候鳥要來 這個是我心裡的擔心 但是我在等 你在等嗎 我在等 我在等 他的資料更豐富一點 好 謝謝 謝謝研究員 我了解 謝謝研究員 那我現在就請署長 請署長 還有請國衛院的主命 國衛院的張主命 好 委員好 因為病毒他會不斷的演繹 他會不斷的進化 他會不斷的去 去做各種的變化 我想每年的流感 其實他的型都不一樣 那我現在質疑的一點就是說 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想像的 所以他的操作空間就很大 好 在短時間之內 陳如剛剛 我們研究員講的 他可能到五月底 現在才四月還不到底 到五月底 可能態勢會比較明朗 可能狀況會比較清楚 好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很好操作了 好 那我們呢 不得不懷疑 我們衛生署 你們沒有配合操作 但是你們被操作了 你們被操作了 一路可以操作到九月到十月 最好疫情爆發 爛眉道德的 一家公司 而且這個報紙啊 照理說這個應該看在哪裡 應該看在醫藥新聞 或者甚至於在我們的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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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 頭版的新聞都沒關係 你知道嗎 他是看在哪裡 看在工商時報 機亞 看在工商時報 居心剖測 他是在操作股票耶 很明顯的就是在操作嘛 那我也知道 我自己做過行政工作 我知道啊 你們出來解釋也不是耶 你們出來不解釋也不是啊 雖然很多委員認為說 你們應該出來解釋 可是你們出來解釋 又可能反而是怎麼樣 讓他更水漲船高嘛 你們我相信你們是有這樣的憂慮啦 而且有這樣的壓力啦 對不對 我可以幫你們這樣子講話 可是不可否認的 這樣子的一個操作模式啊 坑殺股民不算 最重要還混淆疫情 而且有可能造成疫苗的 這個研發的延宕 大概我想我們當時 那個是不是我可以請我們公關室 王主任來 那麼當時也有做這個對應的回覆 但是只是用口頭講 是 這個部分我相信你們想處理 但是真的很難處理 對 尤其是當一個非常精明的團隊 對 遇到你們這麼專業科學的團隊 你們真的很難應付啦 好 署長我也不需要他再幫我做解釋 我特別再一次講就是說 第一個階段 事實上是我們是純粹從研發的角度 對 研發的角度 我們剛剛講其實委員問到幾個重點 對 不管是我們透過兩岸的合作拿到的病毒株 還是我們從這個世界衛生組織拿到的病毒株 對 還是呢我們民間自己有能力去拿到病毒株 其實都對我們的疫情的發展 對疫苗的一個研發都是有好處的嘛 對 而且這個要動員全國的 是沒錯 所以這個部分這樣子 其實這樣 我們一個行政團隊要做的 我們一個工部門要做其實就是這個而已 是不是 現在問題你讓人家質疑的是說 在過去你國衛院這邊 江竹蜜 我要特別的問一下 我那天去參訪的時候 我也非常的贊成你們 可以自己有量產 但是這個量產僅止於 如果疫情沒有擴大的時候 只有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只有第一線的這個蜆鳥的這個養殖人家 需求的量不高的時候 我們國衛院是可以自己生產的 而且有能力可以生產 不管從細菌培養還是從蛋胚 從細菌培養我們是可以做的對不對 那個量不需要大 甚至於你們書局長說 如果有機會也希望我們委員能夠支持以後 你們來做比較大量一點的量產 我說其實我也不反對 可是我真的沒想到居然有這種事情發生啊 你們在技術轉移的時候 到底是什麼標準 難道技術轉移不需要招標嗎 如果你國衛院不懂得招標的話 你們要看一下公園院怎麼 怎麼怎麼怎麼紀轉招標的 是這個紀轉的這個一定都是公開招標 一定都是 你確定有公開招標 有有有有 現在馬上連政署調查都要去查你們 你還講得這麼確定 是那個 你這個話是要負責任的 H5N1確實是有公開 還有其他的疫苗呢 你們其他的研究呢 你們今天研究不是只有H5N1嗎 是 是不是 而且你剛剛講說這個事情 這個基亞跟你們講 他講的這個事情 報紙上寫的是H5N1 我剛才特別把報紙每個字詳細的閱讀一下 人家他沒有講他要跟你們合作才H5N1喔 他這裡講的是H7N9喔 他在內文裡頭講的是 他的表格上面有寫說他曾經跟你們合作什麼嘛 對不對 但是他這裡所講的全部都是講H7N9嘛 他要跟你們獨家跟你們國衛院合作嘛 一拿到疫苗株兩三個月內就可以量產嘛 他憑什麼 是 委員你講到我們的痛處 就是 他標題是H7N9 可是內容講的是禽流感 是流感疫苗 所以 錯錯錯錯 我再怎麼看我都沒有看到你什麼的 OK好 我們可以等一下再來對 好 我現在問一下 署長 我現在請那個 請那個農委會 那個副署長 請 王副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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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副署才對 對不起 王副署 王副署 王副署請教一下 不會妳好 剛剛我們和研究員特別提到 到底一個最末端的時候 如果我們的情鳥 不管是候鳥 還是我們的養殖的鳥類 如果我們的這個揭櫭鵝 如果被感染了說到底需不需要大量的鋪殺 如果是 他的確 有沒有需要大量的鋪殺 對人有造成威脅的話 那縱然是低病人性 我們還是要 按照以前你們處理口提議 你們處理情投感就是反正大量鋪殺嘛 對不對 以前你們的做法向來就是如此嗎 要看病毒跟流行病邪的狀況 那我現在要問的一點 這個是不是和研究員 我可以再借一下你的時間好不好 那個請主席我們邀請那個 請給我一丁丁的時間 重點 不不不 我說我時間快到了 我這樣給我多一點點的時間 請問一下 有沒有必要大量的宰殺 縱使他已經傳染了 我這是 你看我提出這個問題 我只是希望 農業部門可以去 建立一個 你看最後一段 一個機制嘛 一個機制 一個安全飼養 安全撲殺 集中的撲殺 安全Process 我們若是看到H7N9的病毒 我們把它放在一個地方 把它煮熟了 所有煮的人是受到保護的 你那個機制建立起來就可以 就好了 所以不一定是動不動就大量撲殺嘛 但是你那個機制要建立起來 我當然是沒有 OKOK 謝謝 謝謝研究員 謝謝 我要你就是這個答案了 好 其實在94年你們已經通過了 你們這個活體宰殺在市場 在市面上是不允許的對不對 本來大家的實施的DNA是97年4月1號嘛 對不對 活體宰殺的這一塊 這個政策 對不對 傳統市場 對傳統市場 好 你們現在順勢 順勢 六月份 你們就要 就要嚴格徹底的去執行對不對 你禁止的是市場嗎 你包括土基層 或者我們現在很多退休人員 很多民眾 用有機的方法去養殖的機資 或者我家裡面 就媳婦要做回來 自己養幾隻雞 要來台的 那個你們到底有沒有管制 有沒有配套的方法 報告委員 6月17號議定這一個呢 是針對 只是針對市場 傳統市場 那我請教你 你傳統市場 你去管制 同樣是積壓額 是 你傳統市場 我幫你做行李 我的身家要養的 你不准我宰殺 然後呢 你讓 所有其他的人 都可以宰殺 這樣對嗎 如果你們的考慮是 為了 這個禽流感 就以後都 你們到底有沒有 好好去研究 我們台灣民眾的 飲食的需求啊 光光雞 這種白雞啊 其實我們台灣人 不愛吃耶 那是為了因應歐美 那種素食文化才吃的那種雞耶 台灣人是不喜歡吃那種雞的耶 一般的 我們年輕人 因為不知道土雞好吃 烘花雞好吃 我們觀光土雞也非常多品項對不對 是 那你們現在宰殺 請問一下 這一些雞資 以後怎麼處理 土雞層的雞怎麼處理 我家裡面養的雞怎麼處理 要不要清理你的報備 要不要跟你們登陸 我才能夠養 我才能夠宰殺 報告委員那個公告裡頭很清楚 如果是自家 飾養 自家屠宰 那個不是業務用的 當然 是排除 那個沒有問題 你要知道 那個候鳥來到台灣的時候 會停在哪裡 不知道 不一定都停到 哪個岸邊 哪個河邊 他也是到處飛的 因為他沒有航線 他有他的一定的航線 但他也會迷航 是 所以我們設計這個 辦法呢 一定是根據 有一套樓基 那這個樓 就問你們 土雞場的 土雞層呢 土雞層 他 你們宰殺現在除了這種白雞冷凍的 有沒有溫體宰殺的 啊 讓一個設備 不管 有沒有現在土雞場 有沒有這種設備 不管是溫體 冷藏 或者是冷凍 我們現在要求的就是 要在專業的場所去做 沒有啦 我現在專業的場所 有沒有辦法提供溫體的 我相信 是可以的 目前有沒有嘛 您剛才提到的那個 你現在我查到的 現在幾十家幾百家的這種土雞 有沒有這種能力嘛 啊 是有可能的 你要不知道 你請後面知道的跟我講 報告委員 這個部分我還知道 他就是區域性的 譬如說有一些燕雞 那個是 少量 但是特色化的 這個我們這幾年就是在鼓勵 你量少就是在區域性 特色的 你還是要 請問他提供多少量 你本來在我板橋那邊 要設屠宰場 是要提供全部北部十萬隻白雞肉 啊 其他的那種雞種呢 跟委員報告 你要不要我們全部台灣的 優良的這些雞種 足以跟世界競爭的雞種 全部都滅絕掉嗎 如果你統一採這種 所謂的冷凍機支的話 不會是全面冷凍機支 那個土雞有色雞這個 我們的特色我們一定要想辦法讓他變成 你想辦法 你現在辦法想到了沒有 你另外一份就要實施了呢 有 有這個這幾年我們一直在做這方面的努力 假如不是這幾年的努力 你有色雞吃現在如果經過屠宰場 他可以屠宰多少量 人家告訴我這個數字 以我們現在 他可以宰殺多少種然後多少量 他的量 全台灣 我們評估現在設立的屠宰場是會夠用 那現在就是說各地區 你只告訴我去夠用 你數字連告訴我都不想告訴我是不是 他 我們的有色雞現在一年大概是消費大概一億兩千萬隻左右 是啊 有色雞就是土雞 有色雞就是土雞 你所有就是你在麥當勞 肯德基斯林叫做白雞肉 其他都是還有雞寬的都是白雞肉 其他都是有色雞對不對 是 那這個部分你們有準備嗎 配套都處理了嗎 可以嗎 你確定 我今天不是反對你這個政策啦 我只是希望你準備好你再做 照理說你九十七年四月一號 你沒有實施之後 那麼長一段九十七年到一百零二年還很長耶 這個省你們做了什麼 包括委員 你不要讓民眾好好的知道 你現在六月份 因為現在H7N9你就順勢 好 禁決 包括委員這段期間我們就 看來負責任啦 但是事實上你們配套到底做出來的沒有 啊我們有很多的配套 這個包括當時 你把配套的整套給我看 好 我這兩天可以看清楚的看的不懂我請教你們 不然我就直接開記者會 好 好不好 這個委員當板橋市長的時候就在關心那個 事變頭的事情 我還配合你們了 這幾年 幾乎天天在代表會被罵 積極的在準備 好不容易的排除障礙 後來你們又不來了 對不對 當然原因很多啦 我也沒有什麼好怪罪的 因為 本來嘛 中央的政策 我們正在地方第一線就在幫你們執行 我今天不是在起毛蚊那 我現在在講說你97年沒有實施的時候 一定有它的困難點 對不對 所以 那你這幾年啦 你有沒有好好的把配套重新的檢查過 有 整理過 有 然後再改善過 不但檢查過 而且是非常有步驟的 你把整套的給我好不好 我也不知道用大家其他的時間